在天津有一种快乐叫吃早点 挑战在天津吃早点 15点不冲鸭 第12点吃点妈 大家好我是姐姐 今儿个早点我想吃酱子白豆腐 我现在在宁夏路上 这边有一家早点 味道挺不错的 尤其是大家的酱子 还有老豆腐 走起带大家去看一看 带大家去尝一尝 老四豆酱房 这是在挠的酱子 酱子冲鸡蛋 姐姐酱子白豆腐多钱 两块 来一碗酱子白豆腐 然后来焦饼 来个锅子 来个茶几单 咱吃 多钱 付好了姐姐 好嘞谢谢您啊 这就是酱子白豆腐 看一下咱加点腌啊 加一点腌就行 咱把锅子放焦饼里 焦饼夹锅子 豆腐香嫩重 月带韵形 请甜感刚刚好 要我做什么表人又挑 不是素菜 酱子的味味咸香 和大冰果子的咸香 香虎腰 黄豆香 小麦香 油香 越吃越香 茶几蛋爆毫了 茶几蛋就正常茶几蛋的味儿 中味中菌 但是呢挺有味儿的 嗯 他家早点味道挺不错的 尤其是酱子还有老豆腐 我之前就吃过 这酱子白豆腐呢 一般在天津的早点部分是属于掩藏菜单 哎 就是豆腐夹酱 吃的时候夹一点盐 哎 吃的不笑 还剩一点焦饼还有果子都放里 泡着吃 吃完了太没了 太素菜了 您来觉得他家味道如何呢 挑战在天津吃早点 15天不冲鸭 第12天我吃的是酱子白豆腐 打配大冰卷果子 还有一个茶几蛋 这打配棒棒打 如果您了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留言点赞 收藏转发 爱您哦 棒棒打